美国这场种族大暴乱 已经延续一个多月了 到现在为止 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而且各色人等 正在不断地加强自己的诉求 咱们首先说白人那面 有很多美国大公司 那真是紧若寒蝉 大家很担心 别因为我一时的不谨言慎行 就被黑人抓到了把柄 然后对我进行攻击 所以很多公司纷纷自查 有的公司说 我把这个黑名单 blacklist 我改成blocklist 改成禁止名单 我别把黑和不当联系起来 有的化妆品公司都说 我们公司不对 我们以前生产什么美白产品 以后我们生产美黑产品 专门给黑人画的 而且我们以后的广告语中 坚决不能出现什么美白呀 白皙呀 这些政治不正确的字眼 更有很多演艺界的人 纷纷忏悔 哎呀 我以前太不对了 我这个电影电视剧中 怎么竟用白人角色呀 为什么不用黑人角色呀 用黑人 为什么不给人 按一个伪光正的角色呀 以后我要重拍我这个片 我一定大量的启用黑人演员 而且清一色的正面角色 甚至有的大学说 我们以后录取啊 不看各块成绩 看种族肤色黑人又让他们多一些入学的机会 有的城市市长更发话了 咱们搞这个全民免费医保啊 钱不太够 但是我们要优先给这个黑人搞全民免费医保 以后有可能我们这个城市啊 黑人你就是免费医疗的 白人黄种人 那你自己交钱吧 这么多白人族群 白人公司 纷纷对黑人敞开了怀抱 那么美国黑人就能被这些小恩小惠收买吗 不会的 美国黑人的诉求越来越多 甚至越来越大了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黑人领袖啊 人家就提出了两条具体的主张 第一条 他要求美国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乡镇取消掉所有警察的特权 豁免权 最好把所有警察都解散了才好 人家说你看 美国现在有几个城市已经解散警察局了 你们这些警察呀 长久以来被我们黑人歧视 就是你这个白人警察造成了我们这个同胞 弗洛伊德的死亡 太悲惨了 所以我们要求解散掉美国所有的警察局 最损了 也得取消掉美国所有警察的特权和豁免权 不能让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们黑人 第二 人家还有一个赔偿的要求 他们说了 美国白人奴役黑人200多年了 这200多年的奴役 造成了黑人今天经济地位差 上升渠道窄 那不是说改几个名 用几个黑人演员 增加几个录取就能解决的 美国政府必须做出赔偿 拿出几十万亿美元来 给每一个黑人 发几千几万美元 来进行赔偿 而且人家说了 如果未来美国政府不答应这两项诉求 他们就要进行抗争 而且未来的抗争会比现在还惨劣 现在可能就是一些上街游行 顶天有点打砸抢 零元购的行为 未来有可能要武装暴力革命 人家说美国这个国家 它当年就是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 十三州民兵把这个英国打跑了 建立了国家吗 后来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不是巧取豪夺来的 就是打下来的 要不就是买下来的 所以黑人如果想抗争 如果今天的美国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诉求 未来他们也要搞暴力革命来争取自己的诉求 美国历史现在还不到三百年 所以它不像咱们中国人了解历史 大王朝一般没有撑过三百年的 而且在大王朝末年点燃火把的往往都是农民起义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